之前上課的那個就是前天的那個範例 那我的習慣是把這個範例再複製一個保留舊的好了 這個舊的就是資料來源是String Array 然後把它複製一個也許叫CSV吧 這個CSV底線CSV是從網路上資料來源就是從雲端 雲端試算表上面產生一個CSV 然後去取代什麼取代我們原來的放在那個Values裡面的這個 Strings這裡面有這些東西 那這個Strings裡面的東西當然 產生的方式那我上次有講到 其實 因為你要把這些東西前後再加一個Item 開頭Item結束 頭尾要加的話加那個String Array String Array的Name等於什麼東西 當然如果說你要把那個像試算表上面或者 這個所謂的資料表裡面東西要加這些東西 但是現在沒有這種 沒有這種工具可以快速幫你加 你不可能說貼上來 其實我覺得他應該要有一個 String Array可以貼上它自動幫你轉換 可是目前沒有的話 你可能要自己加 那自己加怎麼加最快 其實有時候 我覺得那像那個VBA這種工具 這種程式語言 反而在這個時候就發生了效用 如果你要自己把一些藍位式的東西前後加一個 一個字串 像Item 有時候我覺得 倒可以 我有把那個 我撰寫 好的VBA程式 又把它放在雲端上面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再參考一下 目前 有關VBA這部分的需求 其實感覺還蠻大的 因為 這方面學習的 而且很多工作裡面 直接就要求你要會VBA 也就是當然多語言開發 我想是為了趨勢 不是說你只會一種 你就可以 好像一招 一招半是可以 可以闖天下 那很難的 恐怕你還要多語言 而且 現在很多公司還要求的不只這樣子 反正什麼都要求 最好你什麼都要會 不只要會 你還有作品 還有一些什麼讓人家知道 你有做出一些東西可以驗證 所以最好是 你們可以想想看 將來也許 還是要把這些東西上架 放在Google Play商店 然後呢 如果 將來要驗證 要看到 你也許提供幾個 連結 或者是甚至 關鍵字啦 QR Code啦 可以讓 在面 就是Interview 的時候 人家可以直覺的看到你的東西啦 如果看到當然就是很多東西 不需要用 言語去 再做特別的說明 所以第一個呢 我們怎麼樣在Swing Array 把Swing Array 這些資料 我們把它做改變 所以這裡面的資料 當然你可以把它刪掉 好 裡面的話你會發現 我們主要是增加了 B欄跟 E欄 這兩欄而已 當然未來呢 你可以 把這些所有資料 從雲端上抓 那怎麼樣從雲端上抓 我剛剛有特別提到 有兩個 一定要去設定的 第一個就是你要先 Check 一下 你的那個 就是你的專案裡面 有沒有加上那個 就是 那個 所謂的外部的 這個Library 那Library 部分的話 請注意 這個地方 我是用 http core 你打一個 core 這邊一個 色取 把它色取一下 那基本上我是抓那個 4.45 4.45 這一個 這個一定要先確定 有沒有 如果沒有的話 那連線一定會失敗 或者是說呢 你的那個 Class 那邊會出現 有兩個地方 用那個 那個 ORG Apache的那部分 一定會產生錯誤 所以按確定 這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你可能要檢查一下 你的那個 Manifest檔 裡面有沒有那個 就是在 在那個 Manifest的 這個檔案裡面 有沒有 就是我們 那個 就是設定的部分 Manifest這個 這個檔案裡面 有沒有加上那個 Internet的權限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我有幫各位整理了一個 交戰手冊 這個也是完成的檔案 就是說我是把它放在 一樣是在我們雲端上面的 第 SQLite 放SQLite 對 SQLite裡面 我有在另外 多增加一個 查詢系統下方有一個 雲端的連線 雲端連線 那這邊我是把它放在這個檔案裡面 那當然 你就按部就班 那當然前提你需要 就是 上一次做完的東西 那裡面當然 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個 這個 這個檔 奇怪 我是不是改錯了 改到 OK 這個 把它 改到另外一個檔去 OK 那裡面的話 我也把那個 流程大概敘述一下 所以等一下改一下 裡面第一個 引用函事庫 第二個的話 設定權限 就這一行 所以你可以把這一行 直接拿來用 放在那個 我們的 這個 SQLite 這個 然後記得那個 Manifest檔 直接把它加上去 或者你自己打上去 也可以啦 你打一個 Use 它自動會跳出這些相關的連結 讓你去選取 好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就是Manifest檔案的設定 然後再來的話呢 按部就班 接下來就是說呢 我們還需要做什麼呢 再來就 V的部分 其實 如果你有 連這個地方 我想 就會員系統 應該 這個V的部分 基本上不太需要做修改 主要是在C 就是程式部分 程式部分有哪些需要修改 我有把那個 需要修改的部分 用那個 紅色的字 把它標註起來 不過這個部分的話 實際上 我也是從那個 就是我們前面 Java的那個部分 直接把它拿來用 裡面的話 大概就是 有幾個比較重要的 第一個就是說呢 我們會引用到這些 這些相關的 這個韓式庫 這個class 然後呢 我只有在這個上方 宣告的裡面 多宣告了 兩個變數 一個是 我們將來 下載下來之後的 那個資料 那 一筆資料 基本上 我就直接 怎麼樣 直接就放 一筆資料就放 一個 Arelist 那將來你想說 那我一筆資料放進來 那我要怎麼切割 其實將來如果我要 insert in 2的時候 我再來做切割 insert in 2的部分的話 我是直接在 在 這裡 insert in 2的時候 那切割我就是用一個 Splitter 因為CSV 它本身中間間隔 就是用那個 豆點 去做 分隔 所以我就什麼 把這個下載的這個 A 一筆 反正一筆Record 包含編號 姓名 生日 有五個欄位 那我就直接先放在那個 A裡面 那當我需要把它分割的時候呢 再利用Splitter 去把它切割 放在一個 Stream的陣列裡面 再用insert in 2的方式 分別把 就是temp裡面的 當然從0開始 不過編號我是沒有insert 因為編號會自動產生 所以分別把 1、2、3、4 分別insert進來 所以裡面的話基本上 我們大概有幾個 比較重要的變動 第一個 因為我要網路連線 所以 我增加了 這些 之前在那個網路連線 會用到這些 相關的那個 這個 這個類別 然後裡面的話 增加一個release 當然如果將來 你要直接 把它分成 五個欄位 那也沒問題啦 你就先下來 直接切 也OK 但是 我的習慣是 先下來 需要的時候 再把它切 然後裡面的話 一樣會宣告 再加一個 URL data 這個URL data 實際上就是 我下載 下來的 所有的htm原資碼 通通放在這裡面 OK 那接下來還需要做哪些事情 一樣是 當我連線的時候 因為會 在4.22以後的版本 他 必須要 增加一個執行序 如果你沒有增加執行序的話 那你就必須用一個 StreamMode 去幫你自動配置 這個執行序 這個StreamMode的話 Java這些 這一串 你把它加在這裡 本來不能執行 連線的 那就可以 就可以連線 只要這一段 我們把這一段 把它直接放在這裡 再來的話 就是網路連線 這一段我想 也應該不陌生 因為之前在Java裡面做的蠻多 差別只是說 你要把什麼 CSV的那個連結 放在這裡 那未來 如果說你換了一個連結 反正你就把這一串 給換掉 然後呢 一樣 所以基本上 這個可以當成是一個範本 模組化的範本 也就是你們等一下也許 會員系統可以改掉 比如說叫 之前要練習其他像什麼 學生成績 還有什麼其他 我們還有很多的 像類似的這種範圍 你把它改一下 其實馬上也可以把它顯示在手機裡面 所以這種 這個範圍其實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可以用在很多地方上面 馬上可以產生一個查詢系統 而且是 雲端連結的 查詢系統 那這個部分呢 在很多公司 現在非常需要 類似有 這方面的 實際上的應用 所以呢 基本上 甚至你可以把這些東西 包一包 也許以後 interview的時候 改一改 不要跟我一模一樣 改成你 你那個 以後去demo的時候 至少有個東西給人家demo一下 因為 你們如果去interview 絕對會遇到 可不可以demo一下 你的作品 這是絕對必要 如果你沒有作品 說真的 大部分公司可能還會 還是會考慮 但是如果你的作品 太多了 而且都是他們要的 那 其實 這個 可能直接 這個找你來上面的機率 其實就非常的大了 OK 好 那再來的話呢 底下這些連線 前面都講過 所以這個我想就略過 再來這個 這個puster 這個就是切出 因為下來的東西 實際上就是html 再把它切 切割的部分 我是額外寫在這邊 反正呢 一定是去 去切他的什麼 切他後面的那個 有關那個return 換行的一些 反正抓一抓之後 再切切切切 等於是 一筆記錄 就切 放在一個 一筆記錄 放一個 一筆記錄 放一個 那這個我想 前面都講過了 所以這個部分 如果 可能有不懂的 回頭再看影片 然後呢 把網路上的資料 抓下來之後 那其他當然 也是建 一個database 然後也是建table 這個固定的 再來就是先檢查一下 裡面是不是有資料 如果有資料的話 就不要再新增了 不過特別注意喔 這個恐怕 將來你們自己要去做一些 調整 為什麼 因為 如果你要做更新的話 有沒有 那如果說你已經新增了 可是如果有新的 新的資料 或舊資料 那什麼時候要 印射 什麼時候不要印射 那你可能需要做判斷 那怎麼判斷呢 也許你是不是會有一個 版本的號碼 或者是說用什麼 比 那個 總total的比數 去做判斷 也許比數 大於上次給的比數 那你就去做更新 如果不是的話 那就不更新 那這個當然你可以在這個地方 去做一個 邏輯判斷 至於要怎麼做 我想各位可以再動一個腦筋 那這裡我是 如果有資料了 那就不要再新增了 那這個地方的話 那我當我完全沒資料的話 等於是說 它的資料量 是完全沒有的時候 那我就去把 網路上抓下來的資料做什麼 先做一個 Splitter 這剛剛講過 特別說這個非常好用 而且 對應到CSV 完全match 因為CSV中間就是 豆點豆點豆點 對不對 一筆記錄下來 反正豆點切開 剛好有五個欄位 所以切開來就是 放在temp裡面 就是零 一二三四 有沒有 零開始嘛 所以有四個 那第一個零一定是編號 那編號自動產生嘛 反正他放進來 一定照順序 所以照順序的話呢 那我就怎樣 在insert into的時候呢 就放 A欄 A欄不用 因為A欄是我們的key 它會自動產生 那所以呢 我就放 bcd 這幾欄 然後裡面的話呢 就分別放temp 1 2 3 4 因為呢 我在建table的時候 我是全部都給他建成tester 這地方有沒有 有沒有 其實這個是之前那個 拿來改的啦 b欄 他是tester c欄也是tester d欄反正他都是tester 所以呢 記得insert into的時候呢 記得一定也要 在那個有沒有 前面這邊一定要加個單引號 後面這邊呢 也要加個單引號 特別注意 這個可能同學 非常容易做錯 就是 這個地方 他一定是一個單引號 這個 再配合一個雙引號 放我們東西 再加上一個雙引號 表示這中間 這個是配合前面的 這個吧 到這邊 這個 然後後面這邊的話 記得也一樣會有個單引號 然後逗點 這邊再一個什麼 再一個單引號 外面再包一個雙引號 還想說怎麼會這麼麻煩 原因很簡單 如果說你裡面的欄位 是tester的話 請務必注意 前後的單引號 一定要有 如果沒有單引號 insert into 會18 OK 這也是很重要 因為很多同學搞不清楚 這個單引號要不要加 如果你沒有加 除非裡面的欄位是indigent 就是是整數的話 那你可以不用加前後的單引號 而且差一個都不行 OK 所以未來 你們可以看一下 如果是你欄位是數字的話 就不需要加 加了 會怎麼樣 其實加了 我試過好像沒事 但是 但是我不確定就是說 有一些資料庫好像沒事 像買seql 它包容性很大 seqlite 我不太有印象 就是也許你可以試試看 如果你 但是如果裡面可以放文字 如果你前後單引號沒加的話 它會不會那麼有人情味的幫你 做 轉換 不太知道 有些資料庫 它的包容性很大 你沒加沒關係 但是有一些資料庫 馬上就 會跳出 Exception 它seql本身有個seql Exception 因為我們這邊沒有用 Tricage包覆 沒有把它跳出來 如果有的話 你可以用Toast 把它Toast 出來 如果有 有那個Exception Exception 表示是 程式有bug 的時候 那你如果有Tricage 把它捕捉起來 那你可以去捕捉 那個seql的那個 seql的程式 本身發生 有一個seql的 Exception 你可以 看一下裡面有哪些錯誤 OK大概有這些 然後再來的話 也許我們就是把資料全部都塞進去之後的話 最後再把它Toast出來 所以底下大概會有這些 那Toast出來的話 怎麼怎麼去做 我想 請各位先試一下 先把資料 大概會有幾個 部分 這邊把它加一加 然後呢 最後如果說我希望 能夠Toast出來 能夠長得像這樣子 點擊它 它可以跳出Toast 不是Toast 在Alan Dialog的話 後面呢 其實我就是加了一個東西 就是在這個 在On Clicker 有沒有 在當This View Clicker的時候 然後做出 一個 把 抓到現在 到底是點哪一筆 然後呢 去把裡面的東西 通通抓出來 把它秀出來 OK 那這個部分 我想把它放在雲端上 給各位參考 試著把它 這個 會員系統 修改成 就是網路的雲端的 那個資料來源 如果可以的話 當然如果你 這個部分做完 假如說呢 你希望做個變化題 那你也可以再把 會員查詢系統 修改一下 因為之前我們好像有什麼 學生成績 什麼 學生成績資料 查詢 你可以學生成績 查詢系統 未來如果像 學校單位 如果這麼貼心 隨時可以讓學生用App 去查詢資料 他的成績的話 其實也可以用這個方式 去修改啦 只要把資料放在雲端上 就可以 好